6号土耳其东部发生了瑞士规模7.8强症 重创土耳其跟叙利亚 搜救人员持续跟时间赛跑 不时传出孩童获救的好消息 但随时时间流逝 死伤人数也不断攀升 目前两国死亡人数合计已经超过了7700人 土耳其总统埃尔段宣布 地震灾区的10个省份进入为期3个月的紧急状态 世界卫生组织则预估这场地震 受载人数可能达到2300万人 6号土耳其东部瑞士规模7.8强症 重创土耳其跟叙利亚 搜救人员持续跟时间赛跑 把握最后救援黄金时刻 一名土耳其小男孩被从瓦力堆中救出时 揉了揉心松的睡眼 搜救人员为他盖上毛毯还大赞他 叙利亚许多地方也都传出孩童获救的消息 小孩从瓦力堆中被救出时 一旁民众接连发出赞叹 搜救人员还在叙利亚一处倒塌的房屋下 发现了一对被大块石板压住的姐弟 受困超过17个小时的姐姐 不只能跟救难人员冷静对话 还不断安抚一旁的弟弟 最终两人成功获救 但并非每位孩童都这么幸运 土耳其镇央附近的卡赫曼马拉什 受困瓦力堆中的小女孩早已断了气 父亲却迟迟不肯放开她的小手 画面令人鼻酸 土耳其的马拉蒂亚大雪纷飞 心急如焚的灾民 却迟迟等不到救难人员前来搜救 只能看着时间一点一点的流逝 土耳其总统艾尔段宣布 地震灾区的十个省份 进入为其三个月的紧急状态 当地的基础跟医疗设施 都受到严重破坏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 会有两千三百万人受灾 秘书长谭德塞呼吁 人道救援应尽快到位 红十字会与红星乐会联合会则预估 灾区可能需要好几年的时间 才能从这场地震中复原 无连则编译